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梗琴 梗琴教授他写的就是关于金量部的 一直没机会拿出来共读 看一下 梗琴他现在好像在台大 他之前是那个 政大宗教研究所 哼哲学系喔 他就是他跟林郑国教授他们两位就是 比较专注在佛教知识论上面 他们两位 然后好像那一次的那个 哪个单位 欧洲 办的研讨会他们两个有去 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就是从 金量部 上座的理论 跟说一些有不重贤的批评 在探讨所谓的意识如何远取不存在的 对象 我还没有细看 这一个 今天有时间来看 还是你要现在看 可以啊 好我们先来看跟不定 跟不定品 第48页 所以 人都喜欢定 但是都喜欢 当然定要定在这个 良好的这个状态 良善状态 那 时常变动的话 一般众生比较 不好要变动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议题 就是诸根为定为不定 所以当他提出这样的命题的时候 那个回答人就会请他定义 那你什么是定 什么是不定呢 那问曰 以言等根所知及因 是名为定 就是言等根的所知对象是这样 是确定的固定的 然后言耳鼻舌生意这些根的什么因 也是固定的 确定的 若 就是能够成就他的因 言等根所知及因 他们只有论主会推到业 论主他每次最后他都会跟他说 是业力 但是其他他们不太会推业力 因的话很多嘛 言根成就的原因 可能他们一般都觉得是什么 四大 四大是这个根的因 所以他就说这个是至少可以确定的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根不定 如果你依照你的定 对定的定义的话 那根应该不是定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诸根非是言等所知及因 就是言耳鼻舌生意 不是言耳鼻舌生根所能这样 认知的 也不是言耳鼻舌生 根的什么 因 什么叫诸根非是言等所知及因 就是根呢 不是根所知啊 根无法怎样自知 然后根也无法怎样成为自己的因 嗯 这是什么 我们继续往下看看他怎么回应 问曰 眼瞳子及舌生可以眼见 这个对啊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言耳鼻舌生意根 没有办法为眼耳鼻舌生意根所什么 所知啊 但是他就说 可以啊 眼瞳子 那个瞳子就是 对对对对 眼球 讲的那么可爱眼瞳子 跟舌 舌头啦 舌生 是可以怎样 眼见的 或是可以为根所知的 奇怪他们有没有这种奇怪可爱的问题 就是 眼等根所知 就是眼耳鼻舌生根 可以为眼耳鼻舌生根所知啊 这样子 那耳鼻因为在内 所以故不可得见 也说至少眼瞳子跟舌 是可以怎样 为根所见的 其他的也就罢了这样 答曰 那这个论主就回答他说 死人也有什么 瞳子跟舌生啊 而食无根 所以他这边比较偏向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在介绍眼耳鼻舌生意根的时候 那个根他们不会把他倾向是 就是肉团的眼啊耳啊 他们都会有的会解释成功能 就是眼睛识别的功能 他不会用这个肉团来表示 所以他这边有一点那个意思 比方说死人也有啊 但是死人没有根啊 也就是说死人的五根或六根怎样 没办法产生功能 那问曰同子二种 有是根非根 这同子是眼同子 就是说这个眼球呢 有是根的也有非根的 死人跟同子灭非根则在 也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呢是根 那死了就不是根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什么 来论辩啦 所以就是有两种啦 一种是死的一种是活的这样 答曰 根同子无能见者 顾非眼等所得 就是他的论证是说 能见的是是不是根啊 所以这个就算有眼球 也不是眼球见啦 所以非眼等所得 金钟说呢 五根是色 不可见有对 所以眼同子可见嘛 表示不是金钟所说的什么 五根啦 若是可见 则可分别此同子是根 此同子非根 所以他认为他是隐经症啦 说这个五根基本上都是不可见有对的 所以这个根同子 你所谓的这个眼同子不是根啦 就是你看得到嘛 所以不是根啦 好 金钟说呢 五根是色 这个看过了 问曰 若金钟说 因四大成精进色 名为五根 好又来了清进色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什么 有人说是神经啦 何故父说五根是色不可见 有对也 答曰 事故 可疑业力不可思议 就是这个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他为什么用可疑 我就觉得 就是 嗯 为什么用可疑 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业力啊 因为不清楚嘛 所以可疑 众生对这个业力的这个运作 他的运作模式不清楚 所以怎样 可疑 但是这个可疑的业力又怎样 又不可思议 这样 以业力故呢 四大便而为根 所以呢 否恐弟子 为此五根 自从业生 故言是色 因为业不是什么 业不是色法嘛 所以如果你说 这个不是色法的东西从 不是色法的东西生 这个色法 的话你又需要再做一些解释 所以佛陀又讲说 这个直接说五根是什么 是色 有没有 佛控弟子为此五根 自从业生 好 故言是色 就是他有一个阶段性啊 就是业力产生什么 是 因为业力四大变成什么 跟 所以跟他产生的原因需要什么 四大跟业力 嘿 那因为 这个佛陀担心说 这些弟子一下子就说 这些根是从业力所生的 所以干脆就直接跟你说 根是色法 怎样 因为 蛤 但是讲不清楚啊 讲不完整啊 就是他 因为你少了一个业力嘛 你如果没有业力的话 你的四大也没有办法变成根啊 因为要变成五根或六根 也是需要什么 业力加四大嘛 五根啊 但是四大 也算是轻轻的啊 我的意思是说 他也是 基本上 他也是没有大人 大家的四大也感觉有什么 嗯 那是因为子曲啊 是啊 但不子曲 佛很大 主要是从他成员带来 他也有四大 对啊 他是亲近四大啊 对啊 所以我们说四大本身 他没有任何的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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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任何问题 他是因为有人去提取 才应用不全所有的东西 对啊 忽略不想说 就是 他就是把他讲的周全一点嘛 因为四大成成五根嘛 但是只有四大是不够成就五根 必须还有业力嘛 就这样啊 所以讲的完整一定是这样 然后佛地址 不是佛头又担心他的弟子 直接说五根就是什么 就是业力所成的 这样 所以要 把他讲的 对对对对 要 还是要讲说 他虽然是这样 他还是属于什么 设法 因为业力他不是设法嘛 所以 就是 一些 厘清啊 这样讲的原因是要让自己好过一点呢 是啊 是啊 但是如果你没有不好过 就是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不需要 跟自己说 这个都是 这个往昔所造 租二叶嘛 所形成的嘛 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需要慰戒 就是现在的身心状况 是怎样需要慰戒 不会啊 你还是会讲说 是因为世大怎样 不均匀啊 所以才会生病啊 没有啊 一开始就这样讲啊 对啊 对啊 所以才 所以才要学佛啊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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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的 深刻一点啊 嘿 如果你都是把 原因 归咎于 这个业力的话 那你就都不用处理了啊 那如果你 还有可以下手 比方说你 至少还知道是因为世大 你就可以怎样 自己调整一下 怎样啊 饮食啊 身心调整一下嘛 对啊 不会说都是业力 然后就是明明那个时候 你就应该要去散步 去精神 或者是应该要退火 你还一直 边吃花生 边说都是因为业力所成 对不对 所以就是 要用那个 关于佛学的这个内容 我还是要清楚啦 还是要清楚 你才有办法 有智慧的去 处理自己的生活 嗯 素质都很漂亮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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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一直 突然整个说 啊我就是 嗯 基因问题啊 然后 他都作息不得了 可是他还可以这样的 他都 就是他是 十二点 嗯 嗯 然后 然后 因为他整个都拿 放假不错 然后 差不多到了 七点八点 然后 然后 对对对对 他一直都这样吗 对 嗯 对对对对对 there 他经历不得了 没有他甚至就好 因为他整个作息就是 很规律的 毕业的 哈哈哈哈 从年轻就是这样 可是年輕的時候就是我媽就說她好像就是睡醒一樣 房間12點就是睡到這樣 可是至少我們今天還在工作 所以也不必要遇到她這樣子 可是一到婚姻的時候她的同學就一直講什麼事情 然後在白天的時候再跟我們說她如果睡 晚上的時候再跟我們講說她如果睡不著 然後要吃她的營養 先她提供 然後那個就是她自己就是想睡就睡了 想吃就吃飯 她自己可以過得好就好了 因為她這樣子的話就是她的關係上就沒有太多人跟她同步嘛 所以她如果可以自己獨自一個人生活的腦袋也沒差 因為白天睡覺就比較常 變比較熱 然後她就會有點去怪別人說 你洗衣機太吵啊 狗在路上被浪 狗太吵啊 怎樣的 然後之後到時候她會贏贏 然後就一段整段說把我抗抗的 可是其實就是跟我作協問題 所以我師傅規定就作協 但是我是不行 我就一直在想說 你不要一直把每個基因的問題 就說喔我的基因就這樣子啊 所以才會想說我白天來說 我晚上有精神啊 我說你應該要 事實上要去調整啊 因為我沒有希望調整 因為她已經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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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基因決定論 就是基因決定論 喔 那就 我就不能一直講 我就不能一直講 我是越來越的論 因為你要去調整 對啊 就是她有她的成見嘛 她又認為就是基因決定論這樣 很多時候其實她就只是要你們的關心而已啦 因為她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其他的 我那天看他們那個義大利的酒莊 你去那邊參觀 她一定會先把他們家族 家族史介紹一遍這樣子 因為他們那邊的酒莊 其實就是那幾家 固定那幾家 然後有一家就是說 她有一款就是 通常所有的酒莊的比例 就是比方說90%是什麼 10%是什麼對不對 那她有另外一款就是顛倒過來 然後她的名字就叫做converse 類似這樣子 那為什麼沒這樣 她就說因為她有一個弟弟 有先天性的疾病 她全身的器官都顛倒長 全部 嘿嘿嘿左右全部顛倒長這樣子 然後她爸爸就是因為她弟弟這個 情況就是靈感來源 就把她那個顛倒這樣子 爸也顛倒 顛倒長 嗯 夜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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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行動或者是 二鬼到一次都是 不行啊 貓頭一 有可能嗎 就是 你會喜歡 那晚上 其實現在就算現在的工 像我們住那個社區 也有常常就是我們六點去運動的時候 就有人上班回來 她意思就是都是上夜班啊 所以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她之前會不會就是 比方說是 我說她累劫啦 像我弟也是喔 就是她很喜歡 我弟跟我爸都很喜歡在晚上的時候 嗯 嗯 嗯 可是她沒有 像我媽就是 沒有工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 就是這樣我們要 夏天要多休息 然後她就會鬆開回來 就像我弟不外 不容易啊 她的生活習慣就跟我媽媽 一模一樣 嗯 對 很奇怪 她們很喜歡在晚上睡覺 嗯 然後很奇怪 然後早日晚上吃完之後就很累 欸就會想睡覺 結果她們兩個很 對 然後我就一直跟我媽講說 對啦 那個先天很重要 那個後天一樣 可是一併重要的 你不能兩隻 你不能先天 你不可以影響 你不可以影響 你不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你就會覺得 對 她喜歡聽你講這些嗎 沒有 我就太過影響 嗯 那就好啊 對啊 對啊 因為對啊 他也 他可能內心也知道 但是就沒辦法看 但是他可能改變嘛 對 然後 接下來就要看顏刻了 然後接下來就要看顏刻了 哈哈哈 剛剛正常 啊 那就是他服補啦 嗯 那就是他服補 嗯 那就是他服補 那就是他服補 对啊 我妈说就这样子吧 我说对她是这样子就好 因为我妈是接受的一直抵她的帮助 那她可能都抵她起来 我说就是这样子她跟她的帮助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在冠军 催泌我妈的帮助 她的作型都有观察 她的作型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叫她找帮助 这样会 就会有多争执的女孩 就不会有太多争执啦 对啊 而且她 而且她们的作息相反 你母亲也比较轻松一点 不是很好吗 很亲近也多好 我妈在晚上八点的时候 算是她 就是我如果是 她都差不多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在晚上八点的时候 对她的两个节目都会 她总之就哼 出生了 她就这样 哦 我妈在上个离开 然后我妈的拍手机 然后去把她赶紧 哦 啊回去了吗 嗯 那个在那边喊 那很空旷可以这样喊 没关系 那我们就跟我妈讲说 那她在我做事情是怎样 然后我妈一看一眼 就发现那一眼就讲我怎样 因为我一直观察了 然后她又说我自己的问题 没问题就好啊 素质说明了一切 对啊 那心理之间 其实她也不心理之间 她就是做事业颠倒 然后我们用正常的方式去看她 就会觉得 你晚上会做事业颠倒 嗯 嗯 然后跟着她吃她面料 哈 一开始一开始 然后知道我们说我妈像什么时候 我妈才把这样子留在身边去这样 就是做观察的 其实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嘛 什么叫做正常 什么叫做不正常 这个都是个人的主观意识嘛 她自己活得好就好了啦 对啊 重点是说她这种生活方式 可能也没有太多的 没有帮她有太多的社交嘛 她自己个性可能也这样 她喜欢这样就好了 反正七十几岁了 活得开心就好了 就好像那个前几天看那个 那个简介叫做什么 Perfect Day 就是那个一个法国导演去东京拍的 那个电影 完美的一天 她是完美的日常 她就是拍那个东京去扫那个公厕的 她的每一天的生活这样 她真的就是 她真的就是那部电影就是 就是一直在拍她的日常生活这样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就是 我们以为就是东京都是很 很繁华嘛 但是她又是她去打扫的时间 或者是她走的那个路段 就感觉好像不是像东京那个感觉这样子 她那个得奖嘛 好像是那一片还是那个男主角的 砍承影展讲去年 然后你看一看才知道说 她就是每天去扫公厕 然后看到快要后半部才知道说 后来她可能外生女儿还是子女去找她 然后她妈妈就她妹妹的女儿啦 去找她 她很久没看到了所以扔不出来 然后她妈妈后来来接她 就是她妹妹来接她 你才知道说喔她 她住在那种就是 我们一般看就是 就是蓝陵阶级住的那个地方 住的那个地方 然后每天开了一个小火车去清理厕所 然后她妹妹来接她的时候是有司机的 就是开那个黑头轿车来的这样 然后最后还跟她说 就是爸爸现在已经在医院了 人也认不出来了 所以也就是说她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你了 你要不要去看她这样 然后那个男主角就摇摇头 所以就是说 你就觉得已经故事要结束了 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怎样很有故事 但是她也都从头到尾没有交代 就是对我们来看 就是这样也不太正常嘛 对不对怎么会你家庭是这样 然后去做一般 日本又是一个阶级制度很明显的国家 所以那个时候她只能去找她 就是说妈妈说 我我们跟你是不同世界的人 对啊 所以就是说 什么什么不同世界 然后或者是这个正常或不正常也不是 就是一般方面可以决定吗 像她就过的 她的那个日常生活这样记录起来 就觉得她过得很很惬意 因为她就是很很固定的生活 很固定什么时候起来 然后固定去扫完哪几间 然后她就可以去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她就是她都听了卡带嘛 就是她的同事 卡带现在不是都已经没落吗 但是其实日本现在有人有兴起 对 他们就觉得那卡带听起来特别好听 所以她那个同事就是没钱 然后就说 我们去问问看这个多少钱好不好 就把她那个卡带拿去想要把它卖掉这样 她就说她不卖 然后所以她就过着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然后每天就是很如听的生活 很规律啊 这样的生活 对啊我就觉得说其实 可能就世俗的眼光来看 会觉得说你那么放着 搞不好就是少爷或什么生活 不过他已经年纪很大了 不过还是少爷啊对不对 就生活不过 然后去做一般来讲说 这样的工作 所以他们没最后 一开始见到她 听说你现在在扫公厕是真的吗 她说对 然后就看到那个东京市里面 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公厕 他们有个外国人就出来问说 这个是什么用 因为它是透明的 就是男生一间女生 都是玻璃透明的这样 结果她就操作一次给她看 就是她推到里面 然后把门锁起来 这样一锁起来 那个就会变雾面 玻璃就会变雾面的 然后就是一个外国人问她说 要怎么怎么用 那当然也会去记载一些 世人的观点啊 比方说有一个小朋友 就躲在厕所里面哭这样 然后她就把那个小朋友 牵出来找她妈妈 手牵着对不对 结果她妈妈一看到一直骂 骂了之后她顺便 边骂边把私私信拿出来 然后把她小朋友的手插一插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 就是那个 她就特别拍那个 就是她插手的那个动作这样 也不会也没有谢谢她 就是一些日常 对啊 所以其实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日本人到国外 会变一个人 会完全变一个人喔 就是 主要 主要我觉得是因为 日本他们那个 那个社会 太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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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们一出去会解放 所以以前我们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我就真的活生生看到一个日本人啊 他在跟 在日本人的社群里面讲话 的肢体语言跟口语有没有 跟外国人跟我们 比方说我们是外国人嘛 或者是其他外国人讲话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就是 比较 放开一点 这样 不是一点 放开 嗯 那我们以前跟日本人做生意也是啊 那个女生她去 她在瑞士念商馆嘛 商馆学院 也是喔 来 我们以前工厂在厦门 来厦门 跟在日本 哇 那个都差很多 他们那个很 很 很拘谨的一个民族啊 哎呀 真的一出去之后 哇 那个就整个 我都觉得好像他们是不是有双重人格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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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第一次去南部 我第一次去南部 然后那个居士就带我们去他们那个85大楼嘛 就是他们最高的那个大楼 然后就是看高雄啦 然后就是看夜景这样 然后就有人说 舒 这过来了齁 那就聊了两三句而已 就把他家弟子讲出来 我就 我出去幾句啊 哇 果然就是南部人啦 我们就马上去就感受到南部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嘿 我两三句就什么都跟你讲了这样子 就真的不一樣 啊就是 我就說一個地方會有一個地方的 的一個氛圍啦 磁場在 對啊 只要你講的那個情況 其實在挪威也是啊 就是北歐有些地方也是 我們上次看一個部落客 他就是嫁到北歐去嘛 忘記哪個國家了 然後他就覺得 就是想要去打招呼 要送個東西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 其實我隔壁那個怎麼 好像半年了都沒看到 都沒見過人這樣 然後他有一次喔 就是放假的時候他自己在二樓 然後就看到他 欸他終於在了齁 我要去跟他打招呼 結果後來他發現 看到他那個人 他本來已經開門出來有沒有 又把門關起來這樣子 後來他才發現 喔原來是這樣 他斜對面那個要出來 他們不要碰面 所以他在二樓看到後來知道 喔原來 他們有著不喜歡人際接觸 他們就是說 好像是挪威吧 他說其實他們 而且你看他們就說 他們不是在疫情期間 等公車才距離這麼遠 他們沒有疫情的時候 等公車距離就是這麼遠 他們就是很 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保持得很很 就是那個叫做什麼 人間距離 就空間還蠻大的這樣子 對啊 對啊就是 雖然都是北歐 但是還是有民族性的不一樣 我有時候覺得就是說 其實也是他們體質啊 不然 像如果東方人啊 不然去試試看 像他們那個有沒有 去那個桑拿 就熱熱熱熱熱熱 然後再跳到那個冰裡面 等一下心臟 但是他們因為長期以來 從可能從出生就是這種 忽冷忽冷 然後而且他們都標榜說 這樣很健康 我就想說 那個 你如果不是習慣這樣的生活 就像你復興 不是習慣這樣的生活 如果 我一下子這樣的生活的話 那個 心臟就 縮起來 抗議 所以什麼是正常 我都覺得 就是我們只能講說 尊重每個個體的多元性 跟多樣化 沒有什麼 什麼正常 或不正常 然後重點就是說 不要去 去傷害別人 怎樣 我那 那時候我爸就說 他一樣回來 要把我爸上去 然後我爸就說 因為我要叫做 你把他人外公司來叫做 然後我爸 他裡面氣得癢癢 他很生氣 你看到我爸 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跟他講 他 我反而就跟他 所以 他 你看那個 各個宗教 他會是 互相很瘦的 各個宗教 做起他 我看你就覺得很奇怪 像那個 回家的才見 你 你不吃東西 我看你就很可憐 你 看你什麼事 哈哈哈哈 對啊 對啊 我們都互相尊重的啊 沒有什麼 那時候就比較沒有講過 說 柯子 反而有點 眼見 很明顯 算了 我昨天打了 對啊 他說 你媽在離婚的時候 因為 我那時候在離婚的時候 我媽就有聽我的話 我到時候 你 病了 我不知道 我是老婆 我非常不容易 我問他自己說的啊 我問他自己說的啊 對 可是就是氣得牙癢癢的 你都不會按照我的 三餐座器 跟正式模式一樣 難怪 你真是會跟他學會嗎 可是白天就是他的睡覺 所以難怪他就會病人 然後講話還沒進去 然後我教授我們 然後就能看 你能就這樣到一起 所以 搞不好他之前住在別的室區 都不同時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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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是他就是一直處在 時差的樣態裡面 嗯 嗯 嗯 我發現 如果真的要做的時候 我好像有點難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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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都沒有跟你親戚伴 我都在那裡耶 我現在很親戚的 在一看 你在親戚房間 那時候被招回來 哈哈哈哈 你這樣 你第一關就過不了了 就是 對啊 人家問你父母親有沒有同意的話 你就沒辦法回答啦 對不對 而且他們又跟你不熟 他們何必去承擔你這個 就是萬一人家要人的情況下 對不對 好歹人家也是一個 有民生的地方 那一個不會 不會問嗎 那是你現在想的 嗯 沒關係 就鬆心回鄉嘛 對 回鄉他們 都 嗯 啊 你媽都沒有發現 什麼異狀 好 因為他很早來我 因為我們家有遺憾 他很早來我 可以啊 他是覺得 欸我就是 我一直在整理 真的喔 嗯 你在佈置道場 留著啦 萬一很收拾都很難講 嗯 對啊 真的啊 我覺得這都是 我不是屬於那一種 對 對 欸 你去經歷之後再來講 對 人會寫的 呵呵呵 我覺得你會負責太多了 我覺得你會負責太多了 不是啊 我覺得你會負責太多了 人啊齁 沒有沒有 你就是去 去習慣那個修行的生活嘛 那個修行的生活的那個規律性嘛 對 然後 心比較清淨之後 其實不管是不是一個人都可以啊 嘿 你你現在是這樣子想 但是之後可能會有其他的 放在天秤上 讓你比較不一樣的 的情況 在另外一個層子上 你現在是說 不行不行 我自己一個人沒辦法 對不對 到時候會有其他的 的 的 情愫啦 嘿 讓你做考 所以就是說 很多事情就是 要想 想到 後面 這樣子 所以你也不要很阿塞 說 那我都沒 等一下就知道 這個跟你爸一樣 再回來 就 反正就是 同樣都是走這條路嘛 只是 形狀的展現 那我那天看到 那我那天看到 那些照片 他們出家有 好像六十幾歲的 就是出家 啊 就方便成就啊 現在就是 要出家的就已經很 很不簡單 嘿 然後再來就是說 看你 我們 那些資源上 就資源包含 財跟人 你有沒有辦法去 支撐 就是 就是這樣的年齡 跟他之後 如果可以的話 倒是也還好啊 其實我們那個 受戒的時候也都 我旁邊的老菩薩 也已經 也是很老啦 他們 嗯 嗯 現在也少了啦 像他們 今年都幾乎都是年紀大的 受戒的 戒場幾乎都是年紀大的 所以你年紀稍微輕一點 就是當班長了 嘿 因為這種普遍年齡都 就是那種已經 庫存到 不行 趕快去 這樣 然後就是 年紀都會點了 你當時要說 先到場吧 先到場 對啊 所以我要先到場 啊你講了嗎 還沒啊 喔 因為我 我 我想說他會不會 問我說 欸你什麼都可以 你到我去 你想太多了 呵呵 因為我還是規劃過年之後 我都會直接去問 過年之後 你這樣帶著你的心 沒有 我現在想想 我先去問 然後到後來就 我可以說 我帶了很多人給我 等候嗎 因為我 我最多選 就帶粉紅 就這樣子 然後再問他 他永遠我帶 你先不用帶吧 你先不用帶吧 人先去吧 人先去問一下 就是 了解一下 讓 狀況是讓別人認識你啊 嗯 那邊要先 你先願意嘛 對 要要願意收你才那個 再說吧 好 回來 就這樣 因為人都不知道 你是 你說什麼 你出狗 是靈 是好 還是狗 呵呵 你就坐啊 考慮蠻久的 考慮蠻久的 哈哈哈哈 啊就變成 想歸想了 就這樣 想想就好 都要開家餐廳 就要想想了 哈哈 都好啦 我覺得 你可以 過得 蘇星快樂 就好了 你覺得你 你可以 那就是你想要過的人生 這樣就好了 然後 能夠輕鬆自在這樣子 就很棒 不管是什麼身分 因為從 佛陀眼光 他其實也是 希望 眾生可以 離苦得樂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可以過得 或者 你自己覺得 你可以過得 可以對峙自己的煩惱 可以讓自己過得很好 這樣就好 不管什麼身分 都是一樣的 想清楚就好 那我今天那個 騎摩托車經過那個 玻璃公園 然後他就 現在不是很流行 不是像那個什麼 小鴨 黃色鴨那種氣球嗎 阿金也龍臉嗎 其實我有點 納悶啊 就是我怎麼覺得 看得好像是鹿這樣 因為他那一隻就是 就是 就是有一點肉色的這樣 整隻都是肉色 那是 我知道應該龍臉是龍 但是就是像鹿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可愛的東西有沒有 可愛的東西就是 那個共性在的時候 其實就是他的那個別性 你就很難去判斷 因為就是 你知道嗎 因為他要讓他很可愛 阿龍其實就是 你知道 也不是那麼可愛的東西 但是就是 阿就圓的啊 但是就是其實 然後都有腳 然後鹿也有腳嘛 然後那個臉型 就很像鹿這樣 然後就搞不懂 到底是鹿還是龍 這樣 為了要 驅救那個可愛 而且好像很少看到 那種橘色 就是肉色龍 就 反正就是 反正小朋友喜歡就好 因為很多小朋友 在那邊拍照這樣子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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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那個 那個什麼 台大那個教授 他做了演講 那就是 台大有個在講 就是動物與社會文化 的課程 他裡面就 而且他還實際上 把以前迪士尼的 剛開始 成立的時候 那個米老鼠的那個 哇那個真的 看起來很邪惡 因為那個米老鼠 就是很瘦這樣 然後臉又尖尖的 鼻子又尖尖 看起來就是很邪惡的 老鼠這樣 後來就越來越圓 因為 因為要可愛嘛 就越來越圓這樣 他把那個 最早期的 那個畫面 叫出來的時候 哇這個 小朋友會喜歡嗎 這樣子 就是 所以就是 像 所有的幼宅 都是圓嘛 所以就是要圓才可愛 但長大就不能太遠 太遠就要擔心三高 但是有的就可以胖得很健康 就好了 對不對 好 講到哪裡 好來 這個齁 外道說五根從我生 好 就是神我啦 神我 神 那個 是什麼 數論派 我即非色 因為神我 他不是屬於什麼 色法的東西嗎 那 又演了 我根之大 五根之大之小 故非決定 對阿 對阿 就是說他那邊那個定有沒有 就是言等跟所知 基因 那他定義那個 定的意思有沒有 跟後面的那個 論述到後面 就覺得這個跟定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一定要怎樣 要知就是知大 要知就是知小 這樣不能又知大又知小 這樣就不定 是不是 就是五根所知的那個對象 是決定的 有沒有他第一行不是都講嗎 以言等跟所知及 因世民為定 就是決定的 但是他其實怎樣 可以知大可以知小 所以故非決定 世人亦以五色為根 一根嘛 一根就是無色阿 不然還有什麼根是無色 沒有了吧 對不對 除非你在 無色界 無色界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事故佛言諸根是色 因色等成 這個色等指的是什麼 色相為初 那 或未應色等成 應可見故 所以因為是色相為初所成 所以怎樣 應該是可見的 說不可見 亦非耳等根之所得 因為 耳鼻舌生燙不是見嗎 他們是其他的工人嗎 所以呢 若耳便應無對 故說有對 有對就是有對愛性 因為 眼耳鼻舌生的對象是什麼 是有對嘛 所以他們自己本身應該也是有對才對 但是前面講佛說什麼 說五根是什麼 不可見有對 所以他這邊是在 這個 在進一步的說明為什麼是有對 好 我們往下看好了 達約雖具障礙 有沒有看到 非一切處今生 就是處啊 處 生事隨生事 故分別諸根 生事隨生事後面那個是就是第六事 我們往下 因為那個 也沒有 對跳幾行而已 因為那後面都外道演的 外道就是什麼衣 什麼禮好醜 什麼作業集陀螺票 雖非設法這些的 那個 他們佛教教內的論證都已經看了東倒西歪了 你在看外道的就 直接看他論證的 若爾皆因受處 如果你要看這個論證要往上看 就是達約雖具障礙的上面那一行 佛說言於此等中淡色可見 非於法也 當然 色身香味醋只有色法可見 其他他不是用見的 他是什麼 是聽的嗎 醋的溫的嗎 所以呢 非於法也 愛於守等 顧名有對 所以特別是什麼 醋 深醋 的這個對象 他愛於守等 所以叫做有對 若爾皆因受處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是 都有對的話 應該都叫做醋啊 因為不是講說五根都是什麼 五根都是 不可見 有對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都有處嗎 因為都有對啊 都有什麼 有對有直愛性 應該都叫做有處才對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回答就是說 對啊 雖具障礙 非一切處今生 對沒錯他們都是有對的 但是沒有辦法怎樣 一切處都怎樣 產生怎樣 讓你覺知到產生障礙 比方說身世誰身世 就是你要產生身世 而且要有沒有 身世之外還要 同步產生什麼 第六意識分別 你才會有什麼 會有處嗎 的感受 才叫分別諸根 所以複次呢 諸根時非決定 隨著和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論主 他的 論點是跟不定啦 跟不定 法若決定 如首取物 為取一首 也能見大小 故非定也 所以他這邊的定真的是 真的就是那個 不是 對 不是就是只能見大 不然就只能見小 但是其實眼睛他可以怎樣 見大也可以見小 所以他不是決定的 那為什麼 不是決定的 又若定物處 則有做 什麼意思呢 如處火 則燒 處刀 則割 若 若定 物處 若定物 還是若定 又若定 物處 則有做 就會產生功能啦 比方說處火的話 就燒處刀 就隔 遠遠而能見 故非決定 所以這邊也是不定啦 就是遠近都能看到嘛 所以也不是那麼一定說 言只能見遠或見近 又若法決定 則愛決定法 如守愛守 演於水晶雲翼等中 異不障礙 故非決定 異不障礙的意思一樣怎樣 哇 他這裡 會論證 內容很奇怪 我們直接看 嗯 就是說他們這邊的 討論的那個議題 跟我們 跟我們 所熟悉的 佛法的 關懷的內容 真的是差太多了 嗯 所以我們跳著看好了 我們直接看後面 倒數第 這個到後面 他也是很奇怪 什麼根枝 那個地方 深根枝 第49頁 倒數第2 4 6 第6項 就是 汝言根 由大成 明決定者 雖具由諸大 而有是根非根 有沒有 他是總結他 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五根是由四大 所成對不對 但是他後面前面有補充說 除了四大所成之外 還需要什麼 業力嘛 所以呢 跟他論辨的人呢 他的定義是什麼 叫決定呢 就是五根是由四大所成 是決定的 雖具由諸大 而有是根非根 就是 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 什麼時候是根呢 就是活著的時候是根 死的時候就非根 因為死的時候 你的眼根還是由四大所成嘛 只是他已經怎樣 沒有根的作用了 如是或有決定或不決定 就是因為怎樣 有是根非根 所以怎樣 有有決定不決定 那如言利益 利益於之 非柱根也 他這邊的利益指的是四大啦 就是說四大能夠利益什麼 這根的成立 又言大變成根 變異為之 非利益根 他這邊都是外道你知道嗎 就是外道講那個之嘛 有沒有上次有介紹 我要講那個九大有沒有 所以他這邊等於就是用外道的內容在做論證 所以我們這邊看的會有點無煞煞 就是這樣 他很多這個外道的內容 那四大清淨明根 故非決定 魯言根成相當異是異 定根非之 故其餘皆是異例差別 雖說六事要以異事絕了 所以這個差別是誰 誰在分別差別 其實他說雖然全部講六事對不對 但是其實是第六事在決定的 就好像見四弟時 憲之諸法 正觀法性 皆以異事 所以當你在觀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是什麼 有分別影像 觀的時候是有分別影像 有分別影像的時候 還是異事所遠近 所以當你正觀法性的時候 還是什麼 異事 就像你在日常生活中 遭遇到一些 通常 通常都是遭遇到一些這個 逆境的時候 你覺得好無常有沒有 你才會去正觀到法性 那什麼是誰正觀 第六異事 那什麼真的是 真的正觀是怎麼個正觀法 就好像你看到這個 玄火輪及幻化 眼前達佛城 皆無而望見 就是那個轉的火這樣轉 其實沒有輪的存在 只是它旋轉很快而已 或者是一個 天氣很熱的幻化出來 就是沙漠他們說 常常會有一些幻化的 層 那叫什麼 海市聖樓那種的 那些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無而望見 所以它這邊講的很徹底 就是說我們看到的這個望見 不只是玄火輪 還有那個海市聖樓 你看到的一些像這種 你現在眼睛打開看到這些 這些色法 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望見 那這望見怎麼來的 是眼等為邪緣 眼耳鼻舌身為邪緣 然後邪緣就罷了 又沒辦法產生政治 所以 乳言耕呈何故生之 若道故之 不道而之 歇先已達 好 我們先上到這邊 等一下再來補充那個 定不定的經文 讓那個經文比較簡單 我們來看定跟不定 剛剛講跟不定對不對 到底是定還不定 你會發現經典裡面 討論定跟不定跟 論裡面討論的 真的是差很多 經典裡面比較看到的是 就是 我們比較熟悉的一些人性 好 就是 一個生性倔強的外道 他就遵守他的 這個外道師父的嚴教 然後在墳地裡面修苦行 那苦行當然很多把戲 不要用大樂天穿著又臭又厚的果施布 他們的邏輯是什麼 外道的邏輯苦修的邏輯 他們就認為你折磨自己的身體 可以消業障 所以就是盡量的折磨自己的身體 然後舉起左手 抬起右腳 做經濟獨立狀 然後呢那麼熱還在前面架一堆火這樣烤 然後那個靜道都能夠聞到燒死的味道 意思就是他很靜嘛 很靜那個火啦 所以他就這樣修了又一年 那因為他那個信念你看 就跟他講說你透過肉體的苦痛 可以換到這個涅槃的快樂 然後佛陀贈得中道的修行法門之後 這位這個外道的同餐道友 有以剝頭髮為修 蛤 拔啦 應該是拔頭髮的意思 我就好像之前有講過嗎 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哪間醫院 台北醫學院的一個醫生 他發公文給所有的學校 就是 他說現在全世界青少年都有這個症狀 就是他們會拔頭髮 拔髮症 就是他們的 這就是他們減壓的方式 而且他們拔的時候不會覺得痛 沒拔過 這不是只有人啊 動物也會啊 有些他們好久以前 就是好幾年前我就看過這樣的新聞 就那個鸚鵡啊 把自己的那個羽毛全部拔掉耶 因為他就是有可能焦慮症還什麼的齁 他就是用這個方式來減壓 他說現在青少年有這個症狀很多 然後就發文到其他就是 所有就台灣的學校就是 因為他是專門醫治這個的 結果我說到那個公文之後 沒多久就遇到一個個案 我就覺得哇這是菩薩安排的 然後我就說欸你可以去看 後來他有改善 他的家人都不認為那個是一種疾病 就是完全沒有病逝感 完全沒有病逝感 這樣 那個個案本身是很感謝 但是他的家人沒辦法理解 因為他們不認為那個是一種疾病 嘿 就這樣 你 對啊 對啊 應該 也是吧 有的會咬到受傷那種的 就 需要稍微治療 對 就是已經會影響到你的日常生活 他那個學生他是 頭髮很多 他真的看不到 因為他又卡很厲害 他就拔裡面 然後蓋下來就沒 就看不到了 這樣 但是他自己有 有 因為他一直拔那一塊已經幾乎 長不出來了 嘿就長不出來 嗯 你還記得那時候為什麼拔 不知道 對嗎 有的就是這樣啊 他沒有辦法處理 處理那個處境的時候 他就用處理自己 的方式 來 減壓 嘿 後來咧 拔到什麼時候 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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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狀況都沒改變齁 所以後來就沒有 有過常常 想到有改變 還是你現在還會拔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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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再拔都不用拔了 直接就 師父我來了 不然我還要把你拔很麻煩 你有最好自己拔一拔去就好了 蛤 蛤 蛤 對啊 不用每個月每個禮拜都要拔啊 沒有沒有 要啊 我應該也是一班 一班的到場 他會跟你講七天啊 但是像我們要講課 我們就沒辦法七天 因為七天出來真的是 好像山上下來了 山上下 沒有我 七天如果這樣來上課的話就會太長 所以我就不到七天 可能個人造型吧 更造型 更造型 因為 有些不是 有些菩薩也有留 有些菩薩因為他去 就是特意那個男女 男女香 其實就 很麻煩耶 那個留那個 就個人決定 我們就不予置品 好啦好了就好了 真的 真的因為我覺得那個 一般人他們不覺得那個是一個 一個疾病 其實那個如果長久以來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研發 或者是更嚴重的一個狀況 像我就覺得像那隻鸚鵡 他就長不出來的感覺 他就是這樣光光的 就全部被他拔完了 所以 眾生那個苦 會用一些方式來 來化解那個苦 用別的方式 像他修行的 就是用讓自己的身體受苦 那個自殘也是 那自殘的孩子他哥 他都不覺得痛 他要藉由這個方式 來轉化自己的痛苦 我們那時候是 現在其實青少年 除了就是我剛剛講 那個拔毛症 他真的叫拔毛症耶 他那個病症就叫拔毛症 然後還有就是自殘 那自殘 他們那個自殘到有經驗的人 他就不會割到 割在你看得到的地方 他們還會跟我講 因為老師會關心嘛 就會特地割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那種自殘的孩子 到最後他就是 試到最後會總有一次成功啊 然後那個就是屬於 邊緣型的個案 那個很難治療 因為那都反反复复 那個對於精神科醫生而言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可是精神科醫生自己本身要 很有耐性 要非常有耐性 然後也要容許自己有時候 也是會失去耐性的時候 沒有耶 我就真的遇到那個個案 他就跟我說 那個醫生跟他說 油我已經吃得很飽了 他就這樣跟我說 他說醫生說他能夠吃的藥都吃了 然後我就只好看著他說 那你就要靠你的意識力啊 他自己若有所思 他知道就是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某種程度也是自己放任自己的 那他放任自己一定是有他的目的嘛 那你到底想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我是沒有辦法跟他講那麼白啦 其實他自己也知道 他有些孩子他會藉由這樣來達到一些 比方說父母親的關愛 都是愛啦 他希望渴求愛 然後用這個方式 但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我們當然很不想用基因論 但是我們只能用一個方式 就是共感 共感啦 就是業力共感 你父母親 有這樣的症狀 會遭感這樣子的 的孩子 所以他他父親應該也是有一些 症狀 只是我們不知道 以前人不會 以前不會 以前沒有這麼多的心理疾病 心理症狀 會顯發出來嘛 其實就是默默的 默默的承受這樣 現在只是說這麼多的病名出現 這麼多的現象出現 這樣子 就是我們不喜歡用 基因 但是就是用共感的方式來解釋 因為的確看到 而且在臨床實驗也很多 就是一代一代都有啊 那他們的方式解釋就是基因嘛 用基因來說 這樣子 你自己讓 因緣成熟 就是說你自己可以 控制的時候 當然如果你還沒有成年 或者是心智還不成熟的時候 就有這個狀況 那是比較 難處理啊 自己沒辦法處理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其實像 像韓國他們那個節目就很好 他就是 我們才知道現在那麼多小孩 那麼有那麼多的問題 他那個處理起來 我都覺得那個真的是 那個那麼小喔 國小幾年級 那眼神喔 就是這反社會人格 他可以邊打理邊笑這樣 然後瞬間變臉喔 幾秒鐘變臉 你如果不順他的意 他就變臉那個小孩 他都是他就是兒童教育專家 那個那個博士 所以他那個節目就是電視上都會播的 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有這麼多問題 而且他那個都是很嚴重的個案 就是哇天啊真的是 你看那個眼神 真的就是 不是很理想的眾生來的 這樣 那不過他透過就是 那個節目上也是教育啊 教育說如果你遇到 因為他不可能每個個案都處理嘛 你一定會 如果說你看那個節目 然後你 周遭有類似的個案 你可以怎麼處理這樣 而且他那個 都還很小喔 所以他那個追溯的路徑就比較短 我上次有講嘛 有一個就是 那個小孩 他不吃飯 他沒辦法吃飯 然後那個教授只會想說 就說他是不是牙齒有問題 然後再追溯到他 小時候的那個飲食的經歷 他除了沒辦法吃飯之外 他就是飯都吞不下去喔 就是沒辦法咬也沒辦法吞 然後每次吃飯就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這樣 搞到父母都很生氣 然後後來他最近上節目是因為 他只吃那個生的肉 生的那個內臟用吞的 因為不用咬 然後就是你看他那個節目上 出來的那個個案都是很經典的 讓你覺得怎麼會有這種 怎麼會有這種現象出現這樣 然後他們就慢慢追溯都是有原因的嘛 一個就是 他為什麼不喜歡吃飯 就是他小時候的那個 那個受食的經驗受到影響 因為他後來知道說 他那個媽媽是繼母 但是他那個繼母 其實對他非常的好 但是因為他的親生的母親 在他還是小baby的時候就生病 很嚴重 所以他沒有很好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嬰兒的那個 對對對他沒有很好的被 就是食物的經驗沒有這樣 所以他就都沒有很好 然後然後就跟他講說 應該是他一開始就是 因為他受食的經驗不好 所以他也不喜歡吃東西 然後可能牙齒也有問題要矯正嘛 所以他是多方面去處理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就跟那個媽媽講說 可能因為他長期以來就是都不吃飯 那他第一次帶他去吃那個生的東西 他這樣吞下去的時候 他們就因為他終於肯吃東西了 所以他們就哇好棒好棒 他就覺得自己被鼓勵到了 所以從此以後他就覺得 他吃這個東西 是有正向意義的 所以他就吃那個東西 這樣 不然一般人看到說 哇這小孩子這麼恐怖 只是 是深的這樣 所以他就慢慢去追溯 然後那個都可以有方法可以 可以改善的 像我剛剛講那個 那個反社會人格那個就是 比較困難 那個真的要在家自學 因為他在學校 他都把副校長罵哭了 你就知道那個小孩子多恐怖 他都直接直接而且他罵出來的話都很毒耶 而且他當初就是讓他繼續念的 就是讓他入班去念的是他們那個學校的副校長 因為他覺得透過跟班上同學 然後慢慢矯正 輔導老師 個案老師 導師 學生這樣大家一起來幫他 結果沒辦法 沒辦法然後那個副校長被他罵哭 節目還播出 因為他真的罵得很狠毒 我就覺得哇 真的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他那時候他怎麼講去 他有說 是不是 大人對他講話的方式 他爸爸 他爸爸 所以他們後來就是 那個小孩就是你不順他的意他就 現在小孩很聰明啊 就是你只要齁 一屈服他他就知道用什麼招數 你會聽到話 比方說他坐在車上 父母坐在前面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他今天要吃什麼 他都喜歡吃肉類 他小孩就那個爸爸媽媽就說不行啊 你這樣不健康我們今天去吃什麼這樣 才剛講完了30秒鐘他馬上就吐了 就是因為你沒有順他的意 吃他想吃的東西 然後因為他吐了對不對 然後爸爸媽媽說好好那我們去吃這樣 所以他因為每次這樣有沒有 他就知道怎樣 他只要這樣就有用 所以他只要不聽他的話 他都會有方法可以處理 讓父母沉浮於他 就是他們很知道很知道 因為他試過也是經驗上就知道他這樣做可以睡他的意 所以他其實在學校裡面也是這樣 就是當同學 一開始有一個女同學的人站在他這邊 他就對他很好喔 就兩個就是對他很好這樣 可是下一秒喔 有一個男生想要跟他們一起玩 那個女生就說 他就說你走開這樣 那女生說沒關係要跟他一起玩喔 這樣就不行了 他就拿東西砸那個女生 因為他不聽他的 反社會人格就是這樣啊 我遇過以前在學校裡面 而且通常 家長那種孩子都是會一直轉 然後家長不太容易講實話 突然很嚴重的時候他才願意講說 就說曾經去專業的醫院 鑑定過他是屬於什麼的這樣子 其實都會有感覺啦 因為都是不是普通的嚴重這樣 不是普通的嚴重這樣 嗯 嗯嗯嗯 你說喔那個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喔喔喔喔喔喔喔 OKOK 他也是一種管理的 然後其實大家可能不太想 如果現在發生這一個事情 可以把他做的 然後去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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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都有轉介 像我們以前在輔導室 的時候 他系統會轉介 除非他轉介沒有做好 我甚至 真的比較有心的 像那個 我剛剛講的很嚴重那個孩子的輔導主任 他在暑假就親自來 我們學校輔導師跟我講 這個孩子的狀況 以及他們以前怎麼處理的 就只好報警 強制送醫 只好這樣 但他如果沒講的話 那個真的會 你真的是會天下大亂 因為那小孩他就是威脅要自殺 然後要有的沒有的這樣子 嘿 然後搞的全叫 雞被狗跳的 他在打老師啊 他就這樣走過去喔 他對他們導師 可能有意見 走過去這樣 然後他們導師就是 知道那個狀況 就會閃他嘛 他刻意用手肘這樣 去 摄影機都有錄下來 所以就是說 像這個個案其實都會 輔導師要轉介 可能就是 哪一個環節沒做到 之後可能就都沒資料了 就這樣 好 我們 我們 欸還沒上完耶 這個定不定 我們 好吧 那就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下課